在二十年的婚姻里 刘女士觉得自己根本就不是一个妻子 而是一个付出一切却被嫌弃的老妈子 就是把我当老妈子那种 就是嫌弃的那种 但是她自己不承认 我辛辛苦苦这么多年 她不是把我当老婆 刘女士压抑多年的委屈 如绝地之红喷涌而出 可是她的丈夫王健正对此 却显得既无辜又无奈 我从来就没有嫌弃过她 我对她感觉还是挺好的 当调解开始 王先生开始抱怨 不是她把妻子当老妈子 而是妻子硬把她当成了小孩子 严格控制她的生活费用 在九年之内 你给我三百个钱一个月 极度限制她的人际交往 她就给我那个朋友打电话 就帮我那个朋友 二百多个电话 她帮我要是有一个护腰带 天天躺在身上就好了 说这话我到尤其死的心都有 谁离了男人不活呀 面对丈夫王先生的抱怨 刘女士难以自控 几乎崩溃 究竟是王先生对妻子刘女士 嫌弃漠视 还是刘女士把丈夫王先生 逼得太紧呢 观察员老师们 为何会做出截然不同的判断 你在外面是很潇洒的 你把自己逼成了一个怨妇 做出了很多不合乎诚意的事情 最终 她们又能否找到平衡和谐的夫妻关系 继续携手婚姻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白燕毅 欢迎白老师 欢迎观察团所有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 刘女士和王先生 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的诉求 我觉得我有压印的那个 她老说我有病 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很压印的 我一天24小时在家里带着孩子 我发一个开个单朋友圈 她都会发私信来告诉我 你有病 平时的发微信的那个朋友圈 从来没关注过 没点赞过 我想知道 到这里来知道 她希望这是什么地位 找不到我的妻子的地位 其实我对她压根就没有别的什么任何想法 这个其实嘛 我是蹦个玩笑蹦个那个啥 因为那一段时间嘛 两个人都为了什么都去吵架了 两个人也不聊微信的 也不打电话了 但是她发了朋友圈 我天天能看得到的 天天在那里唱歌 发朋友圈 天天唱 天天发朋友圈 很多很多 没有 我可以把我的朋友圈翻出来 我还骂她 我是当时小孩说的 蹦个玩笑 蹦个真发吧 我说你妈你看 天天发朋友圈 是不是有病呢 不是 发我世人的微信 每一句话都在刺激我 比方说那一次我们去买菜 她说你看 哎呀 我们两个人这么并排走 一个是别人看的是个老妈 一个是儿子 是不是立马就能死 她说的吗 对 清靠我们两个人在路上 是 我说的 那都是开玩笑的 她老是把这种话当开玩笑 她老是跟我说开玩笑 她听起来确实挺伤人的 是伤人 本来我就逼她大 我逼她大 当时还是她听事听话 要我跟她结婚的 王先生不管你以什么状态说 对于女人来讲 这句话真的挺伤的 我没得到她的礼物 没得到她一句祝福 到头来把我刺一刀 嫌弃我 就怎么伤得到你 怎么厉害怎么来 一开场 刘女士便难忍心中的 委屈和痛苦 她觉得 丈夫现在说话 字字如真 直戳她的心 摆明着就是嫌弃 丈夫强调的理由 在刘女士看来 就是一种令人痛恨的辩解 事实上 丈夫的心就是变了 因为就在前不久 她悄悄登陆了 丈夫的微信 找到了 丈夫冷落 嫌弃自己的原因 因为她的微信密码我知道 我登陆她的微信 看到她那个朋友圈里头 两个女的这么亲自 她就在中间这么去吵 我说我看了都恶心 我比较属于一个保守的人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 像这种 我第一印象就是什么垃圾人 她把电话一挂关机 她不给你机会 现在不给你机会吵了 我要是微信密码不给她 那她跟你就没完没了了 你必须给她的 经常电话微信 有时候我在盯着 还突然一下 被她盯着我都有 那个图片我可以澄清一下子 我们在一个五个家里 我有四个男的 两个女的 有一个是五个的老婆 那位有一个女的 她们两个就是第一次认识 好像关系 你说的来的也喝了酒 她们也不叫什么亲嘴 也就是贴着 两个脸和脸贴在一起嘛 是刚好从厨房过来 我看到两女的贴在一起 我也好奇心 我就出去看一眼 被我一个男朋友拍了个照片 她刚才就是认为 我跟那些人 好像不是正常人一样的 好像心里不舒服 甚至就怀疑我在外面 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 看了照片的感觉 接受的男女关系 都不是正能量的 现在有这张照片吗 可以给老师们看一下吗 有 是亲嘴吗 她说不是亲嘴 我看了都怪我心 她登陆我的微信 利用我的名义 给我那个朋友 聊到下半夜一点多 想试探我那个朋友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吧 应该是 什么也没有叫什么出来 她就在 一个人就骂我那个朋友了 我那个朋友 把我的微信删了 她也就联系不上了 她就给我那个朋友打电话 就要凭我那个朋友说道理 你们是啥人呢 什么就骂我那个朋友了 我那个朋友 一是电话也不接了 一打过来 按照一打过来 二百多个电话 我首先跟我老公聊 他又把我电话挂了 我就心里就特别生气 我就登他的微信 以他的名义跟他说 我就想了解他的朋友 他接受的朋友 是什么样的人 到底是正能量的 还是负能量的 跟他朋友说 以他的名义就是说 我们两个人夫妻过不下去了 我老婆要找我离婚了 孩子还需要我带呀 然后我跟他朋友这么说呀 他说你离婚嘛 他说那你孩子 你家就没有妈没有姐什么的 找你姐 把孩子带回去呀 我就来气了你知道吧 你气什么呢 我气就是你 你交的什么朋友啊 你觉得应该朋友 在这个时候应该要说什么 应该说是两个人的关系吧 你怎么去处理的话 你应该 不应该说这种 拆散人家的那种家庭的话 可是后来又继续给朋友 像他说的打200多个电话 200多个电话是 他把我拉黑 因为他朋友说他是对的 我说我是对的 我说你这么拆散人家家庭 我说你是个垃圾人 为什么你会把这个归道 是朋友拆散了你的家庭 就是因为我试探他到的 叫我老公去把 找到自己姐姐来 帮我孩子带回去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你不是想到跟你丈夫 好好地去想办法做沟通 他已经把我拉黑了 我找不着他了 联系不到他了 我已经很崩溃了 我是一直以来对他不信任 我不信任他 一张照片让刘女士觉得 丈夫在外交往的朋友 潇洒前卫 她不能接受 一通微信聊天 更是让她觉得 丈夫的朋友 只会带给丈夫负面的影响 这些应该就是丈夫 如今嫌弃她 对婚姻消极的原因 然而此时王先生却说 他从来没有把妻子当老妈子嫌弃 而是为了赚钱养家 不惜常年孤身一人在外打拼 一年时间在家里也没有待过 超过一个月吧 是两地分居的意思吗 她在河北 我在任蒙古 距离太远了 王先生说 自己虽然和妻子相隔千里 但是并没有任何异心 可是妻子却始终把她当作孩子 严格看管 限制她的人际交往 早在几年前 她还在天津打工时 为了阻止她和朋友的正当往来 妻子就已经做出过出格的举动 我在天津也是一朋友 她是一个小家店的 关系特别好 我一下班呢 我就去她这里面 最多也就隔个一天两天不去的 天天去就不是 因为我在城里没地方玩 就像她那里就玩 也说就在她里做饭吃啊 她也发布的希望我去 希望我天天去的好 后来是她可能在天津吧 我朋友给我发了一个信息 叫我 她说大哥 有时间吗 给我去交一下电费 她就不高兴了 好像就是什么事情找我 什么事情都连着我似的 好像里面的关系 就是不是说一般的关系的 就是同性都不行 对啊 真难的 她上她门了 就是叫你不要 给我老公再来往 你们关系不要这么太好 说话说全一点 叫我要别去她那里了 叫她也别找我了 两个人就是断了 你到现在都不明白 她为什么这么做是吗 我说就是再有什么事情 你找我 别找我的朋友 跟别人没关系的 在街上那么多人 我没找过你吗 我没找过你吗 你为什么呢 我放暑假 带着孩子上她那里去 她的手机收到一个信息 然后说 大哥啊 你来个帮我去交一下电费好吗 我说你朋友是什么呀 平时我们没来这里 你们天天粘着一块 我也是知道的 老婆孩子来来 你也不关心 不关注家庭 不关注孩子 不关注老婆 她关注的是朋友 这是在乎朋友 我就想了这个不舒服 我就跟她朋友发过信息 我说老弟 我说那个 你们呢 玩归玩 别也太粘着一块了 我说我粘着一块的话 对她影响也不好 她有工作 老在你那吃饭也不好 我说 然后她也不回 第二次 那一次 我就是不知道是 是因为什么 我现在想不起来了 然后我就 自己偷偷地去了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 我就因为怀疑她 因为她答应过 跟老公商量过 不上她那里去 她答应我了 她说不去了 不去了 我就想着 我就想着 她是不是真是做到了 因为她在我跟前说的话 成了说到没有做到 然后我就去了 我一直不放心 不信任她 你不希望 她跟那个朋友接触 到底是因为什么 玩牌 平时她老在那儿打牌呀 她找一个借口 就可以叫她去打牌呀 李游女士给出的 反对丈夫 和朋友聚在一起的原因 就是为了杜绝丈夫打牌 那么王先生究竟是不是 打牌过度 而忽略了和妻子的感情经营呢 很快 王先生告诉大家 他其实根本就不具备 打牌的条件 我一个月多钱 一个月的工资 他知道的 或者说四千 三千七给他 给我三百块钱 就这么多钱 我说是 不是 怎么不是 她是 你再给我找个多的钱出来 不是 她是 做事 凡事先斩后重 她就是 我身上没有一分钱 但我该吃 该喝 该赌 该赌 但是输了 还是从这个家里头 去还债 有过这样的事情吗 有过多少次 在哪里 这你说准一点 在哪里 不管是在哪里 在老家也好 在这也好 你不是说 你只有三百 你就输三百 你喝三百 不是这样的 就这样说 有这种担当的话 我就不会这么操心 那就这样说吧 在九年之内 我在天洁 你给我三百块钱 一个月 我再玩牌 再怎么样 再吃喝 那我三百块钱之内 她有没有因为打牌 比如说她打牌 输了五千块钱 她没钱的时候 老婆 你要把我的工资 拿出来 还这五千块钱 赌债 有过吗 我不知道是赌债 还是啥 反正还过钱 一千块钱 九年替她还过 一千块钱的外债 你认为她打牌 打得太厉害了 那是从工资里头靠的 反正是什么钱 我也不知道 手机 现在跑在凯道 考在里面 去年 一千六百块钱 没了手机 我再问你 我自己电了六百 她一个人在外生活 不管是跟朋友聚也好 还是打牌也好 你是觉得她一个人 过得太 太自由了 忽略了你们 对 关键点是在这里是吗 对 放飞 只要我把钱 都交给你了 其他的事 都跟他无关 对于我来说 太压抑了 太累了 太吵醒了 如果说她哪一天 没有工作了 我告诉你 她什么担当 什么责任都没有的 她不会去管它 她有事就去干 没事 她不会着急 不会吵醒它 那为什么你能接受 这种两地分居的 这种生活方式呢 生活所迫 我也是不希望 因为她去护林贝尔 我是拼死拼命地 都不乱去 我说我宁愿 你在我们跟前 找过三四千块钱 一个月的 如果你要是去了 护林贝尔 我们的 因为已经在天津 不像问题了 我说你要是去 护林贝尔 我们的分岩就有危险 离分的那个 基地就大了 她想让我放飞 忽略我 给我冷战 冷暴力 王先生没考虑 就是两个人在一块吗 没有 他从来没有 这么去想 他的借口就是说 为了多挣钱 谁不想两夫妻 和小孩在一起 那天底下没有 但是你为了生活 老板在天津的时候 搬去内蒙古 我老板为什么 非得要我去 都是技术活 再去重新招一个人 也是很麻烦 我老板 开着车 跑到廊房 跟我老婆说 就是一定要我去 征求我老婆的意见 我说他适合 做老板的员工 也适合做朋友 不适合做老公 他把我要是有个裤腰带 天天跑在身上就好了 就放心了 我现在内蒙古有个绰号 他们内蒙古怎么说的 就是天天趴在肠上 叫 说这话我告诉你 我去死的心都有 我告诉你 说是我要把你绑在裤腰带上 谁赢了男人不活 你真的就不体贴这个家 是怎么操心 怎么服从 你不管怎么 你也听我把话说完吧 为什么我说你非得把我 就像那裤腰带上的 你说不要带我就想死的心都有 你想死也好 不想活也好 你也得把话说完吧 听完吧 东北人为什么说完 续我续我 人家整天看不到我 也没干活 整天看不到我 一打电话 干啥呢 我在床上睡觉呢 躺着呢 看电视呢 都是这样子的 你是说你已经 我不敢下落 说是不好听的 我说了吗 我跟你补充一下 他打个微信过来 我跟你补充一下 行 你明白他为什么会这么委屈吗 他这么委屈 就是我在外面这么多人 那就是说了这些事情 你跟我说 他都认为是我错的 都是认为我错了 但是没在他面前 我跟着你 得了一些什么 无论是经济上被严格限制 还是人际交往被强势干预 王先生心中是有不满的 而这可能就是他 在无情中 对刘女士冷淡不耐烦的原因 但刘女士对此并没有任何意识 他还是沉浸在自己的委屈和痛苦之中 难以自拔 此时主持人张婷决定 了解一下刘女士的生活状态 你外出工作这些年 她是什么生活状态 她在家里带小孩 生活快递 饭店里面也 也当个服务员 我没嫌过 从怀小孩到现在 一直都没有 没有休息过 原来刘女士在家 不仅要操心孩子的生活和学习 还要不断地打工挣钱 由此产生的压力和焦虑感 自然比王先生要多得多 这个时候 王先生的口不择言 就无疑是雪上加霜 然而这些 却不是刘女士委屈的全部 她的委屈 还源自于多年来的一个心结 她家人都没有接纳我 因为我是比她大 是过来的分一 当初丈夫的家人 并不接纳自己 而丈夫呢 虽然选择了自己 可是婚后的表现 却让她很失望 她是那年 那时候是长期 在晚上都不到12点以后 不归家的 都是在外面打牌 以至后来 她越发地觉得 丈夫选择和她在一起 就是为了利用她 把自己完全当成了 一个老妈子 我对她来说 就是她被她利用 把这个家维持 她一直以来 把我当依靠 当老妈子这样子 去维持这个家的 所以说我纠结这么几十年 现在我还不想被她利用 我还应解释 她都把一个家庭 当成这样子的 那个时候20多岁 一直不到天津来上班之前 可能也不是那么特别懂事 面对妻子刘女士的利用 总说王先生依旧一脸无奈 他承认自己年轻时候不成熟 确实让妻子承担了很多 可是自从他到天津打工后 他也渐渐地改变了 但妻子却视而不见 依旧不信任自己 他真的不明白 为什么妻子就总是 不依不饶地闹个没完 眼见自己的委屈和伤心 根本得不到丈夫的理解 刘女士打了一个比方 来形容她和丈夫的相处状态 也就是接下来的这番话 恰恰暴露出了刘女士 最真实的心态 她是所谓什么样的人呢 是所谓那种 只要有一方有朋友 在关注自己的话 她就是会忽略你 对 所以你是说 她更在意的是外人的感受 对对对 我打个比方说吧 我要是跟她生活在一个孤岛上 生活一个海上 一个船上 什么事没有 她也会讨好 她也会说好听的 所以你希望她的圈子 能越小越好 都小了才能写下我的实战 我不刚才说了吗 她希望一个时刻 把我穿的裤子戴上吗 为了抓住丈夫的关注和爱 刘女士甚至希望 能和丈夫生活在孤岛之上 这样的表达 不经让人唏嘘 也让我们看到了 刘女士内心 极度的孤独和无助 心里老师朱永卓觉得 刘女士在婚姻中 首先需要自救 这个家里面呢 你承担的肯定是很多的 因为你承担的多 就特别希望能够支持 但是你得不到这种支持 经常提到一个冷暴力 冷暴力 所以当她情感上这种东西 她支持不到的时候 你慢慢心里面那种 对她那种怨气啊 就特别多 负能量也特别大 你把自己逼成了一个怨妇 那么这种负能量 特别大的时候 你就做出了很多 在我们看来 不合乎常理的事情 比如说给她朋友 打了200多个电话呀 去提出跟那个朋友说 你不要跟她联系了 做出很多不合理的事情 而且呢 你看到 我老公在外面玩的时候 她能够自由 但是我不自由 我在家这么累 所以又感觉到怎么样 不公平 凭什么她这样做 我做不了 你只把那种情感的希望 寄托在你的老公的身上 但是你自己 我不知道你在自己 在家里面的朋友圈子 跟自己的家人圈子 你们之间是怎么交流的 我不出去 我现在基本上 我差不多跟外界 好像是断绝关系 所以说就是这样 因为你跟外界 断绝的关系 你的希望唯一 就给你老公身上 因为你的情感很贫乏 所以不管老公怎么样对你 你都对她 充满了一种渴望 你刚刚提到的一个词 就是孤岛 您说卑微到什么程度 在孤岛的时候 她才会对我好 什么意思 就是你觉得自己身上 没有吸引力嘛 就被圈在一起的时候 她才能对你好 就是因为你那种 没有价值感 你想要的东西 外面给予不了你 你得做自我的建设 你一直得不到你想要的 或者说理论上 你应该拥有的那份感情 原因很简单 你前面这么多的 所有的对丈夫 对丈夫的朋友 所做出来的行为 表面上看起来是死缠烂打 看起来是很强悍的行为 但我感觉到的是 我很卑微 你很高大 然后我很想亲近你 但是不能换来 你想要的关系 特别在夫妻关系中 其实最最重要的 就是人格平等 是你自己把自己放低下来 或者通俗地讲 你的自尊感是很低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比他差很多吗 自己把自己的自尊感 践踏到地下的时候 你是很难获得 他对你的平等的爱 你说他一直 把你当成老妈子来使唤 在这里面呢 你们这个家里 有一些特殊情况 就是他在外面工作 你在操持家务 但他的心里 从来也没有把你当成老妈子 或者叫保姆 而恰恰相反 是你自己潜意识里面也好 意识里面也好 一直把自己当成一个老妈子来看待 结果呢 会把这种角色定位怀疑成 是您的丈夫这么来对待你 这是你的认知问题 如果你想摆脱老妈子的标签 首先自己做 他会倾向于心理能量更高的 更有自尊感的人 成为他的朋友 成为他的生活圈子里面 你不改变自己 可以有十万个理由 去改变自己 只有一个理由 就是让自己过得更开心 男方 你知道你的妻子 是非常在乎你的一年一行的 可是你忽略了她 你在乎不这犯 我无所谓 就单单从刚才 从你的手机 发出来的那张照片 一般的人可能接受不了 我家的男人咋的呢 人家两个女的在那里 开玩线要好 就是干什么要好 你不但 不去避险这个事情 而且你还唱歌曲 还站在中间 而且你们夫妻 是长期分居的 你只是把工资交给了她 你可知道一个女人 在家里她所承担的 看家 看孩子 你晓得有多么的艰难吗 她的担子绝对不比你轻 孩子的吃喝拉撒 生活学习 安全 哪怕是孩子打个喷嚏 感冒发烧 那她将是彻夜不眠 守在那里 因为她知道我是个母亲 那责任有多重 她也知道丈夫为了生计 远离他乡 她是懂得的 但是她所接受到你的信息是什么 你在外面 从你那个画面中 我就感觉到 你在外面是很潇洒的 当你的妻子 她一直就是在找一个答案的时候 那就是你还爱不爱她 这个是关键 她找不到答案 比如说 她给你打电话 你关机拉黑 她之所以到了崩溃的边缘 我觉得你真的是没有关心她 根本就没有在乎她想要什么 你只在乎自己 你觉得我把钱交给你了 我就尽到了责任 你不能管我 你就必须对我的一切东西 你就要放心 不放心的放心 那就加速了这个女生的崩溃感 刘女士 我很理解您说有唱歌 然后把它放在朋友圈里 这唱的不是歌 这唱的是寂寞 我唱歌的时候 也是跟她在能暴力的时候 对 内心很孤独很忧郁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和自己的丈夫 把自己的孤单和这种退弱 很直白地沟通出来 而不是通过管控和强硬向她表达 您永远对她的方式是 我管控你 我也不说我需要什么 你永远不是在表达生气和失望 你永远是在失望和生气地去表达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好好的去表达 说没用 如果你觉得说没用 那么今天你所做的一切 不是在把它拉近 只是把它推得更远 更没用 你老公现在看到你的电话就怕 你知道不 只有两个人说话的方式 包容力理解力是基本一致的时候 两个人才能好好的说话 您希望您的丈夫像对待朋友一样对待您 那么您也可以看看 您丈夫的朋友 是怎么对待您丈夫的 会让他那么愿意跟他去交往 在您丈夫一个人在外面单身拼搏的时候 有人给他一口热饭吃 有人能够跟他坐下来聊聊天 哪怕就像是打打牌吹吹牛 对他来说都是莫大的心理安慰 因为他在那个城市没有亲人 你考虑过他的想法没有 您在不断地远距离地遥控他 指挥他 按照您的想法去做 可以说在那一刻 您不如他的朋友贴心 您不如他的朋友去理解他一个男人 孤身在外漂泊打拼的那种艰难 观察员李小云 希望刘女士能够给予丈夫一定的理解和体贴 刘女士很困惑也很无助 她不知道如何从一个老妈子的角色 转变成一个小女人 一个被丈夫宠爱的妻子 我老公能接受我是个老婆 不像是个老妈子似的 有得到她的那种像珍重妻子似的那种 别说是宠 调景元把艳逸觉得 能够帮刘女士改变的 只有身为丈夫的王先生 王先生您忽略了一点 一个女人 在她还青春年少的时候 还在她二八方龄的时候 她就身上孕育出浓厚的母亲的味道 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这意味着她不得不去承担一些原本不应该属于她承担的责任 这个背后意味着什么 刘女士她在爱的这种获得上是非常的匮乏的 只有我自己付出 她有一种错觉 只要我付出的足够的透彻 我就会有用 我就会被爱 但是你想这个对于一个女人的一生来说 是多么悲伤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我们的刘女士 她要像小狗看骨头一样去看着你 不是因为她离开男人活不了 而是因为她只有通过不断地去确认是跟你在一起的 你是关爱她的 你是疼爱她的 你是惦记她的 你的生命当中只有她 能带给你快乐和幸福的感觉 她需要用不断地这种确认 才相信她真的和别的女人一样拥有了幸福 您的妻子她活得那么的心惊胆战 所以才会对您有这样的处处的 你所谓的去监视也好 看管也好 但这不就是您想去最初寻找的妈妈的味道吗 妈妈永远要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永远要帮助孩子去筛选她的朋友 是不是好的正能量的 还是调皮捣蛋的 您到底是要靠近她还是要远离她 您的青春期难道到现在还没有过完吗 还不能够读懂您身边的这个女人虽然有妈妈的味道 但是她依然是一个缺爱的女人 如果您还要跟她玩青春期的游戏 那你们之间的关系就会一直在这样的纠缠 相爱相杀当中继续下去 调解员把艳逸希望王先生改变姿态 给予妻子刘女士疼爱和关心 那么刘女士又能否意识到自身的问题也做出调整呢 随即调解进入密室环节 心理老师朱永卓了解到 王先生对妻子刘女士的态度转变 是有明确的时间节点的 她从什么时候开始原来是哄你的变成不哄你的 就是现在这么样的每天都在刺你 到天津16年以后吧 就是16年以前她还是顺着你的 差不多 所以说她对你是很不满 对 就是是不是就是那件事情 就是你说那个 天津那个男朋友之后 就是好像是挂电话关系 那也就是你伤害她了嘛 你越过她直接去干预 这样的话她在自己的朋友圈子面前 朋友面前她是没有面子 这种事不要去做 你这样伤害她了以后 你还希望她能够温暖去回报你 刘女士曾经的过激举动伤害到了王先生 却并没有因此做出反省和改变 这也是王先生一直埋在心里的结 我的希望人不可能没有朋友 必须接受 接受我的朋友 不要去一样的克制别人 利用我去说别人 这我的要求几乎就没别的要求 此时场上 朱老师继续指出了 刘女士的另一个错误 在台上说了一句话 确实会伤害一样 我就是我一直都不相信她 你要知道你们是两口子 然后一直都不相信我 你日子怎么过下去 你们之间是缺乏情感之后 而你也是比较缺乏情感那部分 那么我们就得学会去觉察我们自己的情感 然后去表达这部分 朱老师认为找回对丈夫的信任感 是刘女士的第一要务 其次就是要建立自己的朋友圈 自己的朋友圈要建立了 男生都有朋友 男生都有哥们 女生都有闺蜜 因为他现在的工作是闲着的 因为我的朋友圈子来都是在忙着的 当一个人心理负能量比较大的时候 他又没有一个周边 又没有一个可以信任的 可以交流的地方 那就越来越积攒 信任的没时间 这个都是借口 就说明你自己内心的话 是缺乏安全感 你跟别人建立这种亲密 信任的关系是比较困难 李吴女士内心信任感的缺失 以及情感的封闭 这些问题都急需解决 密室里 王先生的积极表态 让我们看到了夫妻和好的希望 我知道我老婆 她需要我做的是什么 我在每一个地方 不要有隐瞒 不要欺骗她 那这个你做得到吗 这个我做得到 随后朱老师来到了密室 与王先生做进一步的沟通 跟他表达的时候 尽量用一种平和的语气去说 不能够用暴力 以暴制暴的方式 其实这种心目中 对白是很高的 为什么我每次回家 家里的家不是我 都是我在 他现在想要的那种情感上的东西 在王先生的心里 妻子刘女士始终是重要的 只是分居两地 加上错误的表达和相处方式 带来了抱怨和猜疑 那么密室出来之后 王先生能否挽回妻子 刘女士又能否释放自己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节 我们的节目正在 手机江西台同步播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客户端 就可以随时收看金牌调节 密室结束 两位当事人 各自说一下自己的想法 对对方想说的话 老婆我也知道你辛苦了 今后我有任何事情 我都不会瞒着你 在任何地方 在任何某一个角落 我都就是直接地公开说 我在哪个地方 我就绝对不会说 我在玩牌 我说我在睡觉 肯定不会 我在干什么 我就说什么 不会隐瞒一点点 我呢是首先 我很感谢 很感谢老公你选择了我 其实我也很爱你的 我也知道你认可我 就是平时你对我的表达 对我的那些说话的伤害 但是我自己来以后 我知道我脾气不好 我也请老师们的 去这些建议去改 我不是因为爱你为了孩子 为了这个家的话 我也不会走到这麦条件来 以后我也就只要你认识到了 我也会很信任你的 在外面朋友也好 你只要说到哪做到哪 我也会支持你 行了 啥都不说了 今天反正过日子 多高通吧 我只希望你以后 说到做到就行 我会调整自己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今天不管怎么样 反正什么事情 我就不瞒着你 什么事情 我都不都跟你多高通吧 刘女士 您注意一个 你的先生说以后我在哪 我就会直接地告诉你 不会我在玩牌 我告诉你我在睡觉 那这个背后 你不要把它过于片面地解读 你想那以后他就是 我让他去 他就会去 我不让他去 他就不去 不是的 你的先生的意思就是 我以后可以光明正大的 去跟朋友聚会 去过我想要过的生活 因为我知道 我自己这样做 内心是坦荡的 我不会再去 因为这样的一种 好像怕伤害你 我就欺骗你 那至于你能不能接受 他跟朋友去聚会 你能不能接受 他自己有自己的社交 和娱乐生活 那是刘女士 你自己应该去 自己应该去成长的 而不是说 要让他牺牲这一部分 你才踏实 如果是那样的话 你就等于再把这个男人往外推 之前我是也认为 我现在是一个年龄 这些方面只有越来越 没有自信嘛 也有可能是这一方面吧 然后我绝对相信他 我会支持他 谢谢各位老师 辛苦了 太辛苦了 谢谢 幸福了 调节结束了 刘女士克服了内心的 焦虑和不安 选择了给予丈夫信任和支持 希望王先生能够在今后的日子里 做一个胸怀宽阔 柔情无限的丈夫 给予刘女士坚实的臂膀 强大的依靠 让刘女士退去前半生 老妈子的辛劳 享受后半生 小女人的幸福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